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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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認為我為什麼要收你當徒弟呢? 我曾經在加拿大一間六星級酒店 做餅房的副處 對中菜也有些認識的 我相信我會獲得你 我會獲得你 我會獲得你 六中菜不是我自願 但今天要我走 真的有點捨不得 你可以當這半年是一個試煉 對了, 我之前跟你說 我正在設計第一站的招牌甜品 就是這個奶茶芝士蛋糕 用港式濃香奶茶購買芝士? 挺特別的 但為什麼你會想到用港式奶茶? 我想做一個 連我那個不喜歡吃甜品的爸爸 也無法抗拒的蛋糕 好, 我等著試試你的債證品 應該很適合香港這個市場 沒問題, 我一定第一時間讓你試 我先去第一站, 好嗎? 小姐, 你測試記錄 我真的有報讀你上一季的甜品班 不好意思, 先生 但因為我們公司規矩… 什麼事? 姐姐 這位先生之前報了一個甜品班 但不見了記錄, 還想補印 鍾Sir, 我也報讀你甜品班 你是教我做日式, 興芝士蛋糕那班 有些印象 因為不是那麼多男士報讀我班 鍾Sir認得我, 麻煩你幫幫忙 我真的等著用 不是, 先生, 但因為岑小姐… 不如這樣吧 我們公司規矩, 教士不可以補法 那我私底下已經給你了 你真的救了我的命嗎? 是, 教士我沒有在身上 那你明天回來五樓的第一站找我 好, 我叫阿剛, 謝謝 那我先走了, 先走了 拿著那個藥, 幫你開門 謝謝 再見 Sammy, 師父 上來上師父堂? 是… 那我先下去工作 再見 小心, 慢慢 慢慢來 清清, 森姨, 你上課嗎? 是啊, 進去吧 師父 森姨, 謝謝你幫我收貨 沒有所謂, 環地有空 本來無法麻煩你 但是幫我設計桌菜館的設計 我待會來臨時改時間看板 必不和我客氣 還要離開上課順便 如果你趕時間 你很走了,不要讓人等 這些你拿不拿? 這個留給我以前的學生 但過了兩天,他也不上來拿 他有光,如果他上來的話 你幫我交給他 好,對了,這裡有貴重的東西嗎? 沒有,我們還沒正式開張 這裡沒錢的 只剩下我心血結晶 好,芯姨雖然平時會輪盡 但絕對不會弄壞你的東西 我開玩笑,貨單和印獎都在 謝謝,我來問鍾嫻姐筆記 是你嗎? 是的,我那個阿光 她說下了,我拿給你 謝謝 謝謝,麻煩你收貨 等一下 快點,那些忌廉用的了 對了,那個筆記在櫃桶裡 你自己拿 來…快跟我來,快點… 這是第一站將會推出的招牌蛋糕 大家嘗嘗給他意見吧 什麼味道? 是絲襪奶茶味 挺有趣的 幸好我上來交稿,真有絲襯 師傅,你平時不是很喜歡喝奶茶嗎? 不如你也嘗嘗吧 始終都是甜痴痴的東西 好,試一下吧 真是很有奶茶味 甜度又剛好 適合我最怕甜的人 他也很幸福 其實我試過很多種茶葉的配搭 還用淚袋做足拉茶的過程 挺有茶香的,認神俱似 不愧為鐵不識神 兒子 好吃… 這麼多人? 吃了什麼? 對,阿生留了一件奶茶芝士蛋糕給你 奶茶芝士蛋糕?這麼巧? 我也買了 你也買了? 是,天哥新出的絲襪奶茶芝士蛋糕 現在旺角長龍店第一名 我排了半個小時才買回來的 怎麼會這樣? 可能巧合得這麼巧 這個一定沒有你說的這麼好味道 大廣噱頭就已經被他折捉先燈了 不僅是樣子,又味道也一樣 怎麼會?味道真是一模一樣 連我也分不出有什麼不同? 沒可能的 我自己也試過幾百次才調合我味道 那就奇怪了 天哥的老闆也是這樣跟八載的記者說的 就是因為天葡萄煮一煮才敢騙 是他?他是誰? 一個會偷人吃譜的牧師之徒 每天最壞都是我大意 有心人裝無心人 怪不得怪阿Sam自己不小心 怎麼搞的?阿Sam是受害者 你這麼說他? 既然是這麼重要的商業秘密 當然要小心,防人之心不可無 你們不要爭論了 說到底,我也要負很大的責任 但我一知道之後 我立刻打電話給司翰 想向他道歉 誰知道他都不接我的電話了 這個傻子現在受到這麼大的衝擊 當然想一個人靜一下 那倒是,你不要什麼都摸上身 我們可以證明奶茶蛋糕是司翰原創的 可以告他侵犯司翰的版權 那倒是不一定 如果那個混蛋只看過司翰的食譜 照做蛋糕出來賣 原則上又不算是犯法 除非我們有證據證明 他用不合法的方式 來取取司翰的筆記 他擺明是偷了,是嗎 嫂子的確是跟人家說字編嘛 筆記又沒有標記 我們又沒有證據證明他 用什麼東西來copy還是寄進路 你未到這個東西這麼主觀 上到庭也未必有好處 有這段白露電視片就可以肯定 林天光真的太過你本筆記了 就算這樣,也證明不了什麼 這件事無論如何 你還是受開借 不可以這樣傳授 我買了他的蛋糕回來 認了相,我會問律師意見 要不要下去發現 你決定吧 你好… 我有事做,先走了 跟律師談完有什麼消息再通知你 謝謝你,謝謝 對不起,今天我本來打算做個奶茶蛋糕 給你試 不要緊,我早就已經試過了 這個就是那個A貨物? 是 不介意我試試嗎? 原來對翻版也更有興趣 真的做得跟你的一模一樣 我不明白你什麼意思 我的意思是他抄你抄得這麼足 完全沒有改良過 就連你的蛋糕本身的缺點都抄了 一個姐姐都搬自過自己的對手 如果我是你,我不會放在心裡 你是想說我的蛋糕本身有缺點? 其實我今天吃的時候 已經覺得蛋糕雖然有很香濃的奶茶味 但卻得出不了芝士蛋糕本身的質感 就算蛋糕還有什麼缺點 到現在都沒有意義了 他也賣得開口 用我的心血賺到盆滿缽滿 怎麼會呢?如果你用另一個角度去想 你應該謝謝他抄你 因為他給了一個機會 你去改良你的作品 況且他根本無法威脅你 那我不是應該送個花籃過去謝謝他嗎? Sam,這個世界 但是永遠都會有人跟風,有人抄襲 你這次避到不代表你下一次也避到 但最重要的是你要對自己的實力有信心 他們喜歡抄襲的,你就由他們抄襲 因為你一定可以想到更好的事 而他們只會跟著你未吃塵 對不起,我現在的心情 真的接受不了這麼遠轉的安慰說話 我這些不是安慰的說話 而是我的真心感受 當你冷靜到可以接受別人真誠意見的時候 再找我吧 謝謝 平日下午都排了長龍 那這些新產品是會熱一會兒的 最壞都是我 要不是,排了長龍就是第一棧 你別說了,又早知道沒乞丐的事了 我們今天來是要幫Sam試探軍情 到了這間了 在排隊嗎? 是的 這裡的奶茶蛋糕現在很興奮 我現在要買那塊湯匙酒 好… 不准買 你這麼兇禮的 你自己叫來買吧,為何不讓我來買呢 我不是來買 這間店的老闆抄襲我兒生的食譜 他是賊,如果你要吃 我叫Sam做給你們吃 總之就不准買 說明,如果你們買的話,我跟你們絕交的 好了…怕了你了,不買就不買吧 一如這麼說吧,喝茶見吧 好… 走吧… 再見 搞定 你走吧,我們不接受訪問的,走… 這樣答我問的 是否因為… 田海 我奶茶蛋糕不是你原創,你心虛 神經病,我不知道在說什麼 我有可靠的消息,我警告你 你別亂這麼吃虧,我叫聲譽,走吧 為什麼你會在這裡? 師父叫我過來跟著這個臨天光的資料 我可以姑息這些人 那也算是中國處有一些良心 謝謝你們,謝謝你們的支持 謝謝 Pietro說旁邊的餅店 新桌奶茶蛋糕,還便宜十塊嗎? 便宜那麼多?那我去看看吧 怎麼辦?他便宜我們那麼多 那我們也選吧,先當薄莉多士 不行的,我們給貴兩成宗 才搶到這個店位,壞不了屁 我們安排了層樓的錢 都放在這裡,沒什麼酒盞了 買蛋糕,送蛋撻 也好,我進去馬上寫紙 貼上店面吧 大哥,我起到這個臨天光的底 原來這十幾年來 他也是靠搞一些生意來賺錢的 最擅長的就是跟風 那天熱什麼他就照辦煮碗照開 他的街頭薯條、松永酸辣粉 還有珍珠、奶茶全部都搞過了 他這個人也挺濃的 這些就是瞄準香港人心態 機會主義者 我也找過那些行家畫料 聽說他早幾年股票花了錢 所以這次才這麼賺錢 大家都做得很好 等著田海的資料和照片回來 我們馬上開會談 大師兄,幫我跟全哥說一聲 抽起明天副案頭版 我們趕一份特稿給他 大師兄,我已經把照片回來了 最初他也很合作 大家聽到抄襲兩個字 就發瘋地趕我走 大師兄,他在這裡心虛吧 好,三叔,拿齊手頭上的資料 十分鐘後會議室見 好,好 中三 Roger,你找我去找 我跟律師談完 我們打算向林天光問事索相 我打算通知Sam 不過他經常沒上班 我找不到他,所以看他會不會在 他沒出現過 我今天打了很多次給他 但全部都非他留言 你不用搞什麼? 難道他被人打沉了? 沒用心,連我們也避開了 糟了,我剛才去看過 鄰街的店鋪很穿著 有人在排隊 他們靠減價,買一個試一個 不能定一天 但是我們真的少賣了很多餅 這樣吧,明天除了送蛋撻之外 送紙巾吧 那好吧 好,我現在要去找你 是你? 可否和你討論一句? 你來幹什麼?你不要亂來 冷靜點 我不是來賭亂的 其實我不覺得你應該擔心 其他店鋪跟風 只要你改良一下 吃完後,一定會回來買的 你不用說這種話來潤我 你只想看我怎麼折袋,是嗎? 我真的不想再計較這件事 我只覺得既然你賣掉這塊蛋糕 你不如認真做好它 好,你送完這九不答八的蛋撻 你不計較?你認為我會相信你嗎? 我的朋友跟我說 這塊蛋糕還沒完美 那個奶茶味太濃 燜脫煮,令它失去芝士蛋糕的質感 有什麼方法可以平衡味道? 不如我們一起研究一下 和你研究?你不是神經錯亂嗎? 我知道了,你是想找個藉口來吐我 想我認偷你的辦法,你不用意義 不,你馬上走,走… 你來歡迎你 你聽我說,你別吞吞吞吞 我剛才粗略地估計過它的營業額 以它每個小時平均可以賣到一百個 即是每天差不多可以賣一千個 這樣算下數目,它們的利潤也很可觀 不過今天那一天 又多了兩間店舖賣奶茶蛋糕 還多了什麼朱古力奶茶和黑麥瓜奶茶 這些怪味來搶一下 現在人們只顧著跟風 根本沒有方向 我看怕這一陣子很快被他們玩死了 大家就跟著剛才設定的題目 和角度去寫吧 記住保持客觀,不要只說天光屋 我們應該從旺角長龍店爭霸的角度去寫 寫現在的人消費和做生意 跟風的羊群心態 把資料傳給Roger 看看能否幫到那宗官司 知道 爸爸 你好 Sumi跟我說,你們想做個專題 踢爆天光屋 我想請你們不要做這個題目,行嗎? 為什麼? 他偷了你們吃飯來做翻版 你不想結法他的惡行嗎? 我們有證據了 我們還知道Roger也會告他們 我跟Roger說了 叫他取消法律行動 我不想再搞大這件事 你是不是怕報道出來了之後 影響到你? 我從來沒怕過 他只是是 copycat,他打敗不了我的 你不是告訴我們 你同情他,所以不追究吧 其實如果做的事不是好 根本不會有人抄襲 我有信心可以想到更好的東西 而他們就要跟著我 收工 我回來了 再見 回來了?有糖水嗎?吃不吃? 不 辛苦你了,要你送私下回來 他試試不中了 送私下回來是我其中一個任務 今天我拿了一件東西給大家 試試 又是奶茶、芝士、蛋糕 這陣子不太熱鬧嗎? 試了這件再說吧 不是,很好吃 真的嗎?我先試試 是嗎? 芝菇 我這麼說雖然誇了一點 這個蛋糕的奶茶味不是很濃 但吃完之後有後味道的感覺 整個口裡有一股很濃的茶香 我一向都不喜歡吃甜的東西 不過這次這個真的很有水準 我吃到裡面加了酒 帶出茶的香味之餘 又可以加強芝士的滑浪感 這麼好吃的蛋糕,在哪裡買的? 是呀 是飛賣品 是Sam自己發明的奶茶蛋糕 再改良版本 是呀 他特地叫我拿回來給大家試試 這個兒子這次真的很值得賺 如果讓哥哥親耳聽到爸爸這樣稱讚他 他一定很開心 很開心的 我先試試 我先吃一口 奶味和茶味的芝士各放一半 做出這些帶你石紋 而且裡面還加了一些忌廉甜酒 令兩種味道融化為一體 還吃到紐約芝士蛋糕的質感 全靠你 我才做到這個改良了的奶茶芝士蛋糕 那你算是謝謝我還是向我道歉 我欠你這麼多, 當然不只這麼簡單 第一站真正的招牌甜品 優先給你試 兩種不同的味道 是呀, 鴛鴛蛋糕 一層咖啡, 一層奶茶 很好吃 這次我買了假睡了 食譜我沒有寫下, 記住在這裡 有什麼平衡? 喂… 好… 誰做得多, 餘了 我應該會這樣 我應該會進去 找我實踩 我應該會一個小孩 給我聽到主食的 在這裡 嚇手… 好… 我應該會… 精力… 經驗… 我應該會的 嗯…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